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1月24日 曼联击败维拉利尔提前出现 11月24日凌晨1点45分 2021-22赛季欧关联F组第五轮 曼联课场挑战维拉利尔 上半场迪基亚履次救险 下半场朗拿度挑射攻入生涯第799球 激盾 新组收获红魔鬼生涯手球 最终曼联克场2比0战胜维拉利尔 F组击分榜方面 曼联基十分提前一轮出现 上半场哨响开始 4分钟摩尔 高美斯进区前沿打门被迪基亚化解 9分钟阿诺 单组马将球转移到左路 耶利美 宾奴窄角度抽射打偏了 26分钟 G路 尔尼后场大脚开出 耶利美 宾奴右路到三脚回敲 文奴 特基路斯跟进竞射被迪基亚救险 29分钟 阿利斯 泰利斯左路起球 朗拿度头锤攻门角度 泰正被G路尔尼控制 33分钟 基斯坦努朗拿度罚球射门被人抢挡出 41分钟 丹尼伯利组罚球射门稍稍打高 42分钟 摩尔高美斯进区前沿连续晃动后打门 皮球被预破 连迪路夫挡出底线 45分钟 艾朗 云比沙卡后场盘带失误被断 阿诺丹组马进去左侧射门打高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曼联克场暂时0比0为拉利尔 下半场一边再站 53分钟 基顿 新组传中被挡出 费特 洛迪古斯外围一脚远射被G路尔尼没收 58分钟 摩尔高美斯远射被艾朗云比沙卡封堵 文奴特基路斯进区内在扫射 迪基亚神勇扑出 70分钟 基顿新组高速内切发动攻势 班奴费南迪斯送处直传 基顿新组进区内晃开角度推射被G路尔尼化解 78分钟 G路尔尼后场传球失误 费特洛迪古斯贴身抢断一天 卡普尔 朗拿度一脚轻巧挑射入网 维拉利尔灵比一曼联 83分钟 艾朗 云比沙卡搓船到左路 维拉利尔对源头锤解为失误 朗拿度高速插上捅射滑门而过 90分钟 曼联的反击机会 马古斯拉舒福特到三脚回敲 班奴费南迪斯在横传 基顿新组抽射击中横梁后弹进球门 维拉利尔0比2曼联 全场比赛结束 曼联克场2比0战胜维拉利尔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